欢迎你回来跟我们一起关心你的宠物 跟你的宠物的保险 前面的单元我们听到两位专家 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资讯 我们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你很爱狗很爱猫 但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或者说太多的相关的资讯 去让我们平常就可以了解 这么多比较知识性 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些观念 我们回来看宠物的保险 因为我们刚刚在谈说 身份辨认就用这种方式 人的保险里面 刚刚我们讲年龄 身份另外还有一个性别 还有体况 对你们的保险来讲 男狗跟女狗 男猫女猫 一样吗 没有差别 并没有所谓的男女的差别费率 如果就医生的观察 动物的性别跟他的寿命 疾病有关系吗 会有关系 但是是轻微的差异 譬如说有子宫染潮疾病的 那是一定是女生 那有搞完肿瘤的男生 那有些疾病是会有特异性 譬如说一些荷尔蒙的问题 可能会特别是在女性比较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脊肤项目 差异不大 那如果就年龄来讲的话 就寿命来讲 母狗或母猫比较长 还是看得出差异吗 差不多 没有像男女差别那么多 因为我们原则上 也没有很精确的狗口的附证 所以那个狗死亡的时间点 我们也没办法抓 但是我们经验值上看起来 其实差不多 就是您的病人里面很老的狗 男生女生都有 都有 我最老的病患猫是24岁 然后狗现在是19岁 那都是超过了平均 一般呢 对 所以一般平均可能狗 大概在12岁上下 猫大概在15岁上下 那如果以狗来讲 寿命跟体型有关吗 大型狗的寿命会短一点 小型狗的寿命会长一点 这有什么原因吗 可能跟他们一些先天 或好发的疾病有关 像大型狗有一种叫做 扩大性心疾病 所以它可能不太有 会出现症状前期 那大部分一发作的时候 到院前就走了 那小狗的心脏病 反而它就是会有 前面的症状让你知道 所以我们会有 譬如说它有咳嗽或喘 咳嗽或喘 或是运动耐受力不行 另外小型狗 因为常常抱在身上 所以它很容易被侦测到 所以它提早就医的机会 比大型狗高好几倍 所以它的寿命就比较容易 被maintain下来 好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在保险公司的立场来讲 你们在合保的时候 在订保费的时候 跟狗的大中小型有差别吗 其实在国外的话 猫跟狗是有不同的费率的 甚至不同的年龄 也有不同的费率 其实就跟人的健康保险一样 但是因为台湾就是 它的一个年龄 我们的一个并没有 一个完整的一个建制 所以我们为了说 它在投保的一个便利心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采的是一个 平准的保费 不分猫狗 就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就单一的 单一费率的 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 人有过胖的问题 宠物也有对不对 有 所以过胖的宠物 会不会被你们拒保 会 以我们目前等于说 透过国外所取得的资料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限定的是30公斤 30公斤以上的话 我们现在还会在考虑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加费的机制 但是这个是我们还在研究中的 30公斤以上你们就原则上不保 原则上是不保的 只要30公斤都可以 因为有的狗它本来就那么大 就算它们标准也可能是超过30公斤 对 所以我们针对一些大型犬 而且是大型犬兼具有攻击性的 举个例子来讲脏骚 脏骚的话 它本身体型就够大 而且再加上它的一个个性的问题 像这种类型的狗 我们原则上也是会聚保的 我们刚刚讲过胖 狗狗跟猫的体重标准 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过胖 用目测吗 实际上因为它狗的品种也很多 所以国外的一些资料 大家都会建议会用身形 或是用你的触感 身形就是它会告诉你一个狗的苗条是怎么样 然后大概的线条比例 会有一个对照图 但是我们只见到不要食物上 就用手去碰它的胸扩的地方 它应该轻微可以摸到肋骨的感觉 如果上去是有波动很柔软摸不到 其实就已经过胖了 我们在诊所间看到的状况 大概过胖的比例应该超过一半 现在过胖应该超过一半 吃太多运动太少 我们在台湾很多养狗之后吃完 有时候就顺便给狗吃一下 会有很多的过多的卡路里的来源会出现 那你刚刚提到说30公斤 是只看一个绝对素质30公斤 对不对 那对单一个体很胖的呢 就像蔡医师刚刚说这样的 其实也会考虑 对我们原则上 因为我们一定会做所谓的体检 体检的时候就会像蔡医师刚刚讲的促整 就是我们判断的标准 所以你说促整还包括有没有太胖这样子 那有没有太胖就是受医师来判断这样 对就我们还是会 狗主人还是不会叫他不胖 我看很多狗主人狗已经很胖 不会啊不会啊 所以是由医生来判断 对我们也会尽量协助 先要减肥再来 对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体检 一般我们称为叫诊间体检 他比如说处诊 试诊 听诊 体温等等 目视 五官健全 很像我们去当兵的兵役体检类似 那如果他没有特别的问题 我们就会让他去建议他家宝 有问题在那个诊间就会提出来 请虚主去矫正或是说请他再好好照顾一下再回来 那如果说过胖会变成是保险公司合保的理由的话 是表示狗狗过胖也有比较容易引发一些 最容易的大概是心血管的疾病 跟人一样 对对因为一个心脏可以负担的体积的血液分布是固定的 那你越大他就打得出去就会越少 那产生疾病的比例会越高 那另外就是他要治疗的成本也会相对加高 譬如说很胖的动物我们在做麻醉的时候 可能麻醉的剂量就会拉高 就是他的成本会比较高上来这样 那过胖通常是吃太多吗 过胖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比如说我们解渣之后 他的代序率下降 是他的荷尔蒙的影响 另外的话就是生活形态里面 很容易取得好吃的东西 这个跟我们博人也一样 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 因为我们小吃太好吃 逛一下夜市就会忽然间超标 对所以就是过胖的原因 大部分是卡路里摄取太多 另外一个是我们台湾的社会 对狗的运动的环境 不像国外这么供应的那么好 所以狗的运动量也不够 所以吃很多动很少 它就开始胖起来 明教狗给我们太胖赶快摸摸看 好那下一个单元 我们就要来请教李经理 那如果保了这个保险的话 到底保险公司会提供什么 待会你哥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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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